我是第一个看见的 我看了之后非常佩服 在海外 将无量手机 用夏娃的汇集本 我一个人 在国内也只有他一个人 我们两个碰到了无量的欢喜人 他就劝我 成立尽宗学会 尽宗学会是夏林居老居士提倡 国内也没有这个语言 希望我在国外建立 那么那个时候 我在美国加拿大 总共差不多有三十多个尽宗学会 我写了一个缘题 提出行门五颗 这就是戒律 五颗第一个 经义三辅 最高指导院子 第二 六颗经 三辅六颗 第三个三辅 俞衔 第三个 佛杀 六度 六佛罗 六五个 第二个 普行诗 第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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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语造作 一定要与这五窟相应 与五窟相违背的 决定不要去做 不要去想 不要去说 不要去做 这就对了 我们就守这个戒严 那真正能守真的 还是不懂 我们只能劝 不能勉强 现在人 社会上提倡自由 开放 不能侵犯他的自由 所以我们只说出来 劝导大家 他真听懂了 愿意做好 听不懂 不勉异住 也好 好在哪里 阿列也识 落下好的种子 这一生不能成就 来生后世 遇到缘 也能成熟 所以总是复发了 无论对什么人 有利 没有弊 那么今天 我们能够 请到 国情 又死到此地来 为大家 传授 解法 稀有 难否 这是我们 我们根本不敢想象的 我们遇到了 他前年来看我 我非常欢喜 我们三十年被见面了 有这么好的成就 很难得 希望 这个缘 不能断了 也有不少同修 非常认真地学习 来集成这个法门 我在早些时候 帮助斯林兰卡 建立佛教大学 我给佛教大学建议 一定要开建律学院 五年 毕业